生活當中要有創意 但也要多點想像力 讓每天過得很開心 沒有想到就連稻田 也變成畫不一樣 就在日本東北青森縣 有一個小村落裡面 有村民利用不同顏色的稻子 他們排列出來 非常有趣的彩色圖 陡大的稻田上 竟然出現蒙娜麗莎 七伏神 磅礡的服飾惠名畫 還有騎馬的拿破崙 一幅幅宛如麥田怪圈的翻版 該不會是外星人開的玩笑吧 別緊張 這可是日本農民的點子 創意稻田彩繪 今年最新的作品 就是武僧變器 大戰武士牛肉丸的精彩場景 稻田變成畫布 看得遊客目瞪口呆 只是要做出壯觀的稻田彩繪 可不是用畫的就能完成 農民得先用電腦模擬 利用不同顏色 像是紫黃和綠色等央苗 混合排列 接著用器具 在泥土地上畫格子 有了坐標和位子 接著就是彎腰插腰 腰苗的顏色和位子搞錯了 圖畫可是會變形的 費盡千辛萬苦 完成超壯觀的稻田彩繪 青山縣的田社館村 二十年前就是靠著 特殊的稻田文化 帶動當地的觀光 每年有十七萬名遊客湧入 如今也吸引各地農村 放效蜂巢 東新聞下午 林辰慧珍報道 林辰慧珍報道